我们今天一起分享的神的话语是 马太福音的十六章 十三到二十节 给大家带读一遍 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 人说我人子是谁 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 有人说是伊利亚 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里的 那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因家的权品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当下耶稣祝福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 阿们 耶稣祝福门徒不可对人说是基督 那我们在看哪里 在家里之后就问门徒 人们说我人子是谁呢 那门徒们就回答说 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 有人说你是伊利亚 又有人说你是耶利米 也有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 人们是这么说的 他们的回答呢 耶稣并不满意 就问他们 那你们说我是谁 你们离我这么近呢 跟我一起吃住的 你们说我是谁 那这么一问呢 彼得脾气最急 恐怕跟我一样 他就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这个回答的是令人吃惊的 神的儿子 他们遇见神的儿子 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事件 那这个时候主就对他说 西门巴越南 你是有福的 那么最高的福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主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有这样的告白的时候呢 主就成了我们的救主了 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呢 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是因为这是事实 是因为他就是我们的救主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 那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我还告诉你 你不要再叫西门 你要换成彼得 彼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锤子打 用人的方法呀 手段呀 努力呀 不如如何 也打不碎的 磐石的意思 一起说磐石 磐石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磐石上 人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教会 那么如果教会 不建造在磐石上 就建立起来的话 那该怎样的 被这个 阴间的权柄给绊倒呢 所以人们过个信仰生活呢 就一试探了 变动了 人的感情情绪 翻来覆去呀 不高兴就不来了 说这么肮脏的教会 我干嘛要来 反正也不知道他有多干净 那这样的人呢 都因为呢 他的基础不是建造在磐石上 所以动不动就咬动 亲爱的各位 主为我们流血受死 把我们从最死亡地狱当中 拯救出来了 就是这十家宝血的功劳 是一个不破碎的磐石 是借着基督成就的 是借着神的儿子成就的 是绝对不会破碎的 是绝对不会破碎的 那么如果建造的房子呢 破碎了的话 就不是建造在磐石上 建造在磐石上的话 房子呢 也会长久长久地建立的 那我们建我们教会的时候 这个低级挖的时候呢 很难 那我当时感恩的是 我们建起来的话 一定是很坚固的 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设计呢 也是防震的 久老区防震的这个建筑物呢 只有我们教会 所以呢 区长就说 如果地震的话呢 久老区的公民呢 都要聚在我们教会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建呢 就是因为呢 神的教会绝对不能够倒塌 在我们挖地基的时候 这个地基里边呢 有礁石啊 一个一个呢 都得挖出来 大家看我们教会 你仔细地看一看 有一个地方强烈问呢 或者是石灰掉下来呢 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呢 现在已经是12年了 还没有这样的状况 就是因为呢 我们是建造在 岩石的这个地基上的 那我们的信仰生活 也要建造在 耶稣保险功效上 这样的话呢 才不至于倒塌 那如果倒塌了的话 这个地基啊 多么可惜啊 在 稻峰洞啊 一个地区呢 有一个房子呢 着了火 这个稻峰山下边呢 一条公路啊 在公路旁边 就是这个房子建在那 可是 着火的时候呢 房子的主人呢 跟地的主人不同 这房子 主人的话呢 因为这个地不是他的 所以他就不能再建了 而主的盘石呢 是赐给我们的一个地基 大家不要忘记了 我们现在过信仰生活的 就是要在 主的这个地基上的建造 我们教会 三十年没有倒塌 而且我们一直 在建房子 我们在不倒塌的地基上 建造不倒塌的房子 所以呢 因家的权品 不能胜过教会 是因为 在这个盘石上 来建造房屋 这样的房屋呢 就不至于倒塌 主说了这话 接着呢 就又说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 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 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这是对的 盘石的这个 耶稣十字架 保险的功劳 是不至于破碎的 不管哪一个时代 也不会改变 所以这个救恩啊 和神的话语 不管哪个时代 都不会改变 圣灵的工作 也不会破碎 也不会改变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 大家回答 阿们 所以借着神的儿子 借着基督 所成就的 这个救恩 这个保险的功劳 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是为了传出去 也就是说 你呢 去传 来开对方的新门 叫他得救 如果你不去开的话 他听不见 就不能得救 那之后呢 主耶稣就说 我虽然是神的儿子 是基督 可是呢 如果你们不能把这个 救恩传出去 你关闭起来是不行的 就祝福门徒 不可对人说 他是基督 为什么吩咐门徒 不要说呢 因为呢 还没有到 主受害的时候 到了时候 那么在主耶稣 在该法的院子里 受鞭伤的时候 那大基石长就问 你是神的儿子吗 你是基督吗 你自己说 那那个时候呢 主耶稣就说 我是你说的是 那时候呢 他就显明出了 自己的身份 所以 我们读圣经就知道啊 主耶稣所说的 每一句话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是有绝对的关系的 是生死的关系 是祝福的关系 如果我们不能 建造在这磐石之上 如果我不能 在这个礁石上 站立的话 是要出大事的 哎呀我们说了 过去我也曾经 发热心过 可是信来信去 也没有什么用 哎呀你们将来 也会像我这样 那这样的话呢 在磐石之上的 这个礁石一样的 教会呢 就会倒塌的 所以呢 圣经里就说 论到那些 蒙了光照 尝过天安的滋味 又与圣灵有份 并尝过神 善道的滋味 觉悟来世全能的人 若是离弃道理 就不能叫他们 重新懊悔了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 重定石之家 明明地羞辱他 这是谁做的呢 提摩泰前书的四章 一节里说 圣灵明说 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弃真道 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 和鬼魔的道理 这是说谎之人的假冒 他们的良心 如同被热铁 烙灌了一般 也就是说 离弃了道理 假如我们在座 有这样的人 你要赶紧的 在这个盘石之上 来恢复你的教会 你想传道的心倒塌了 祷告的心倒塌了 那干脆就不做了人 那就不用提了 想按照神的话语 而活的心倒塌了 为种尽忠的心倒塌了 要把你的宝贝 积攒在天国里 这样的感恩的心 也倒塌了 就来往于教会 那这样的话 那么通过这三十年 我们教会建殿的机会 诸所赐给我们的神的儿子 基督的这个福音的盘石 还在 这个根基现在还在 所以我们要赶紧地来建造 不倒塌的教会 在你里面来建造 假如没有建造 那这个倒塌是多么大呢 所以马太福音的七章里不是说吗 如果你们照着神的话语去行 风吹 雨淋 水冲 那房子也不会跌倒 那房子也不会倒塌 在盘石之上建造的房屋 是不会倒塌的 可是你稍微遇到难事 稍微累一点了 就 哎呀 不知道神为什么叫我这么难 不是的 教你难的都是魔鬼的工作 神从来没有叫我们难过 他懒的是为了帮助 有难事的我们 我们呢 要下地狱的时候 他为我们舍弃了儿子 所以他为什么叫我们难呢 在我们遇到难事的时候呢 我们要寻找帮助我们 拯救我们的主耶稣 可是为什么你那个时候呢 背叛了神呢 所以这是魔鬼的工作 如果不能照着神的话语活 结果呢 只能是倒塌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盘石上 雨淋 水冲 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根基立在盘石上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 好比一个无知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雨淋 水冲 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 并且倒塌得很大 并且倒塌得很大 当我们站在主面前的那一天 我们对主的爱 和我们在世上来遵行主的命令 以及我们在主面前过着信仰生活 传到信仰和献给神的礼物 完全不倒塌 是因为我们感谢石架上 主耶稣为我所留保险的恩典 这是磐石 因为这个磐石的缘故 我不现场是受不了的 我不做是受不了的 而且这是为了我自己灵魂时代的荣耀 必须要做的 大家回答阿们 那这样的话就没有理由倒塌 为什么要倒塌呢 目的是明确的 可是有的人呢 做了奉献 还说 哎呀我这次做了奉献 不知道神能不能祝福我 这带着一种 侥幸的这样的心理 那没有得祝福 哎呀就是现在神能祝福吗 现在也没有用 哎呀多余去把钱扔在那 那这个人呢就不是建筑在磐石之上的房子 因为主应许给我们的话语 和他所留保险的救恩 以及我们灵魂时代的荣耀 等我们的肉身结束之后 就是我们的财宝呢 对待天国里的话呢 在那里的神呢就给我们奖赏 你没有这个信心 没有感恩 结果呢就不平啊埋怨呢 就哗啦啦的都倒塌了 所以这只能是令人可惜 那么如果在这有这样的人 请你改变你的心 我们信耶稣啊 不是为了在世上来建造我们的万里长城 乃是为了对地在天国里 我们才信耶稣了 大家回答阿们 所以呢才信耶稣为了这个目的 可是 那么如果你信耶稣不是为了这个目的 那你怎么能成为在磐石之上建造的坊屋呢 神的话语会破碎吗 不是的 是世世代代存在的 耶稣都保险到什么时候呢就没有了效力吗 不是的 是世世代代有效力的 大家回答阿们 圣灵的工作是会中断的吗 不是的 是永远的与你同在 所以唯独你不要改变 唯独你不要改变 唯独你不要改变 有的人呢 整宿整宿的流泪祷告啊 主啊 求你回应我 好像很有信心的样子 结果呢 禅导结束 回去的时候呢 说 哎呀 只是啊 我倒是祷告了一宿 哎呀 行不行 不知道 不知道行不行 不知道行不行 你说这该是多么的没有信心 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作为磐石 也就是说是一个不倒塌的基础 主说 你祈求 就给你 你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主所说的话语 你要相信 在我们祷告之前呢 就已经得回应了 你是因为这样的信 而祷告才行 可是你祷告了半天之后呢 又不认了 那你怎么能有磐石至上的信心呢 神的话语呢 一旦说出来 是永远 也不改变的 不管文化改变 时代改变 文明改变 或者人种不同啊 语言不同啊 情况啊 状况啊 不同啊 可是呢 神的话语呢 是一定 适应的 对任何一个人呢 都是磐石 是绝对不会破碎 不会加减 不会取消的 所以是真理 大家相信 我回答阿们 哈利路亚 神的应许呢 通过同真女 将自己的儿子基督 拆到世上来 这是一个订了婚的女子 玛利亚 天使显现 对他说 你要生一个儿子 跟他起名叫耶稣 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所以耶稣这个名字呢 就是要把百姓 从罪里拯救出来的名字 因此呢 我们最得赦免 靠耶稣 祷告靠耶稣 受圣灵 靠耶稣 赶鬼靠耶稣 医病靠耶稣 都是靠耶稣的名字来做 因为这是拯救我们的名字 从疾病当中得救 从贫穷当中得救 从咒诅当中得救 从罪里得救 从不能解决的问题里得救 从地狱里得救 从魔鬼在的邪灵的手里得救 那这样做是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要成就主界先知 所说的话 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死 人要称她为乙马内力 翻译过来就是 神与我们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就是 他来了以后呢 就回家死人复活 是大麻风当场就得医治 是中风病人 在他的身边面前站起来 那路子行走 瞎眼那当场看见 哑巴说话 耳朵聋的听见 就是这个世界上 干脆没有的 矛盾的这样的果效 彰显出来了 这在神面前是真理 可是在我们面前呢 就是死人怎么能够复活呢 这是矛盾 亲爱的各位 神的世界里的事情 在我们地球来讲呢 是矛盾的事情 可是在神的面前 地球上 因着罪人的死亡 下地狱 灭亡 在魔鬼邪灵手里 灭亡的人 这是神的矛盾 神为了把这个矛盾 真理化 神的儿子来到了世界 但是不破碎的磐石 你要接受它 并且为主的名 祝福你们要使用它 这是赐给我们的拯救者 耶稣的名字 耶稣 耶稣 这是给我们的拯救者的名字 耶稣 祂来到世上 与这罪人的同在 我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 最受感动的部分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那是什么呢 就是 耶稣 遇见什么样的人呢 有孩子 有老人 有女人 有病人 有死人 有大麻风患者 人呢 各个阶层 主耶稣 都跟他们相见 所以说呢 就是耶稣 是万民的救助 只有马太福音里边 有这个信息 没有任何一个人 不能跟耶稣相会的 因为这是 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里拯救出来的一位 反正 因着魔鬼撒的邪定的工作 因为罪的工作 所带来的所有的问题 都可以拿着他来见耶稣 有人这么说 是 我呀 有的时候呢 经过教会 心里边呢 就通通的跳 因为我小时候呢 去过教会 我正想进去 可是良心受谴责 为什么 我说 我又仇言 又喝酒 所以我真的 没有办法进教会 你这样的人 我怎么去教会 我就说 你是伟大的 我为什么伟大 因为你有新耶稣的资格 有新耶稣资格的人呢 就是明白了自己 有错误的人 耶稣的宝血呢 就是属于了 明白了自己 有错误的人 我说你有资格 我说你真的是 有资格的人 有资格 可是他错误的以为 教会是公义的人 有资格的人来教会的 那这样的话呢 主耶稣来呢 是将自己的百姓 从这里拯救出来 几乎没有用了嘛 各位主耶稣所留的保险呢 是针对于罪的 而这罪呢 遇到了耶稣保险的 同时就无效了 瞬间 罪带来的咒诅死亡地狱 也就都结束了 所以呢 这是再也不能够倒塌的 像磐石一样的 永固的祝福 大家承认的 请回答阿们 所以我们多么感恩 多么感恩 亲爱的各位 神的儿子 基督 在这个磐石 这个权柄面前 鬼要退出去 各样的疾病啊 当场就可以 从细胞当中 分解退出去 无数的痛苦 无差别的得到解决 并且呢 我们 在罪死亡地狱当中 所遭受的痛苦 也认识假的缘故 一次就得到解决了 也认识假的缘故 一次就得到解决了 这是永远也不能破碎的磐石 永远也不能破碎的福音 也就是说 祂是我们的救主 可是我们对于这个事实 你们了解多少呢 你们是不是有坚固的心情 以至于用锤打都打不碎呢 我们灵魂地所有的苦难 主呢已经 画上了句号 不是一两天 而是永远的 就是神的儿子 担当了我们灵魂地 所有的痛苦 成就了先知的语言 那神的话呢 是绝不是讲话 是 倒他的这样的磐石 是真理 而且不是有这样的语言吗 那是他 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打他呀 扎他呀 咒纵他呀 杀害他呀 可是呢 只要你悔改 只要你承认你的错误 只要你跪下来 不管是谁 主立刻 就叫他蒙恩 罪得赦免 这是耶稣 保险的功劳 只要你相信 如果你这样的信心呢 软弱下来的话 那么建造在磐石之上的教会 不就倒塌了吗 所以现在神的儿子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能软弱下来吗 不是的 主的磐石仍然是磐石 那么你现在这磐石之上的教会 是不能这样软弱下去的 一起说 磐石之上的教会呢 有人多多聚在一起的 有会堂的 这样的会众教会 而我自己呢 迎接主 迎接了圣灵的时候 迎接了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也就成了教会 现在所说的这个教会 讲的就是我这个教会 也讲会众教会 不倒塌 不破碎了主的恩典 如果我们忘掉的话 就没有希望了 不是吗 那你信耶稣现在很好的时候 啊 主啊 我决定按照你的旨意活 主啊 我决定按照你的旨意活 可是这样一来呢 稍微在教会里边 有一点不高兴的事 我决定随便的生气 我不高兴 我决定不来教会了 瞬间就这样的倒塌了 各位 这都是魔鬼的工作 要慎过去 随着魔鬼像吼召的狮子一样 到处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他能找那些腐朽的 腐烂的吗 他要找你呢 是为了吞吃你里边的生命 我们是绝对不能被他抢去的 不能被他抢去 耶稣 耶稣背负了十字架 在十字架上时候说 我渴了 我渴了 我自己没有背负过十字架 没有流过血 主说我渴了 主说我渴了 这句话 我就没有办法表达出主的心情 那么就按照圣灵的感动 主说我渴了 那么他们就把 用出赞的酒 给主喝 主拖出来就说 剃下了头 说成了 灵魂就跪去了 什么成了呢 就是人类的救赎事 他作为神的儿子和基督的这个事实 已经成就了 都成就了 你们只管拥有 绝对不被夺去 我所赐给你们的生平 你绝对不要被夺去 我赐给你的名 我的名字不要被夺去 我的话语不要被夺去 我依止你疾病的恩典 不要被夺去 你奉耶稣的名 一并赶鬼传道 分享爱心 顺从神的话语 以及我所赐给你的恩典 这些你都不要被夺去 如果被夺去 你就 建造在磐石之上的教会都倒塌了 有命令门徒们 就是把耶稣所赐给的这恩典的真理 传给别人 之后 告诉你磐石已经准备好了 耶稣已经流血了 但作为神的儿子 没有作为神的儿子 已经被夺了我们的 就像羔羊一样的死了 拯救了我们的 复活了 之后呢 就是拯救我们的这个 救恩的根基 真理的根基 已经打定了 所以你们要去传 你们要去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所以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的20节里就说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你们希望与主同行的回答阿们 那这样的人 就是使万民做主门徒的人 我们也是中央教会 把全世界当成我们的教区 要在全世界建一千个教会 来救助灵魂 我们这样的挣扎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人的想法 乃是我们领受了主的命令 主的命令现在仍然 在我们身上成就 主的命令只有成就 没有倒他 因为这是不能倒他的磐石 不能倒他的真理 大家理解的回答阿们 所以这样传福音的人 主所施释迦宝契的功效 生的儿子所成就的这样的功效 那么假如你在去传的时候 在教导人的时候 我就与你同在 我就与你同在 那所以彼得 传耶稣福音的时候 许多病人的医治 贪子站起来的时候呢 那人就问了谁做的 他就说是你们杀死的 耶稣做的 是你们杀死的 耶稣做的 耶稣的话语在那里不变 耶稣的话语不管谁传都不变 所以你只要不倒他 有人就说 这个人学了那么多的知识 在这世界上身份了不得 他有病了 我怎么敢 按手在他身上给他祷告呢 有这样的人了 可是那中耶稣 说你不用担心 谁的身份怎么样 我为你流血了 你们不是在我的根基之上吗 那我就把我的名字赐给你 因为我说 我边上你们得医治 我把我的名字都给你 你只管去以我的名来按手 你只管按手 只管顺手 医治由我来做 可是 连这个你都做不到 就没有果效彰显出来的话 那你怎么能说是主建立的教会呢 怎么能说你是主建立的教会呢 我们大家自己想一想 主就这样的拜托门徒 马可福音的十六章 十七到二十节里面又说 信的人必有神迹 随着他们 这不单单是对牧师 也不单单在师母 也不单单在执法者 乃是凡信的人 怎么信呢 就是信 主把他的名字赐给了我 所以我奉耶稣的名赶鬼鬼就退出去 奉耶稣的名说 新方言 手能拿蛇 若喝了什么毒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你相信有这样果效彰显出来的时候 就有神迹随着你们 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 主和他们同工 用神迹随着证实 所传的道 这就是不破碎的 你们说耶稣有罪 亵渎了神灵 把他钉死在那时的架上 可是他就是神的儿子 你们把神的儿子 把基督定死在那时的架上 他就是基督 他就是神的儿子 他就是神的儿子 我奉他的名赶鬼 你们看见没有 奉他的名医病 你们看见没有 奉他的名说西方言 你们看见没有 这是只有神才能做的事情 肯定确实的呢 就是主所说的话 通过我彰显出来了 我一祝福你们都成为这样的教会 否则的话 我们怎么能说 世界都在磐石之上的教会呢 我们国家最贵的地皮 恐怕在一平米过亿吧 在过亿 那么如果在那儿建草房能行吗 能在那儿的地方建草房吗 一平几亿能在那儿建草房吗 或者建机架建狗窝的能吗 那一定会建起来 跟这个地皮的相配的建筑物的 对不对呢 同样在耶稣磐石之上 我们过信仰生活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要建跟这个地基 相配的信仰生活 相配的房子 相配的教会 使得磐石 跟教会的相符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耶稣的功效 张显出来 教会是什么呢 是主的身体 而且主的是教会的头 所以教会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把主的 过效彰显出来 大家理解的回答 阿们 耶稣磐石生天之前 吃了早饭呢 就问彼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那你喂养我的小羊 第二次又问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是的主啊 你知道我爱你 你牧养我的羊 第三次 又问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他就开始忧愁起来了 因为那不过四十几天前 他就三次的不认主来着 所以心里面他开始忧愁起来 过了一会儿呢 他就说 是的主 你无所不知 你知道我爱你 主就说 你喂养我的羊 这是主真心的拜托 主真心的拜托 主真心的拜托 是大于我们的性命的 所以啊 门徒们听到了主 大于我们性命的这样的拜托 为了救助灵魂 他们就用天国的钥匙 就是做扮演耶稣的宝血 不断地去开门 结果呢 一次叫人三千名 五千名 新门被打开 回转 归于无数的病人的医治 那这样的果效 都是证明了 他们是建造在 盘石之上的教会 是主耶稣亲自做工的彰显 各位 我们大家不想在这个世界上 活出一个超越的世界吗 大家回答阿们 那当我们这样的活的时候 这个世界以为我们是过时的 可是各位 我们在神面前呢 要把我们超越的一个活法 来活给神看 这是一个怎样雄壮的世界呢 最后呢 主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呢 吩咐他们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逼得到能力 便要在 尤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第几 做我的见证 我今天为什么对你们讲这些呢 我们教会三十年期间 做的是什么呢 主人牧师做的是什么呢 到世界各地去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们跟我所做的 就是再现了耶稣的事工 门徒们跟追随耶稣的那些人 他们为了成就耶稣的命令 就聚在了马可楼 这是最初的教会 那么最初初代教会的 这个目的 这个目的 建立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圣灵降临 你们就逼得到能力 那这样的话呢 从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第几 来传主的福音 来减少一个下地狱的数字 减少人下地狱的数字 我以为祝福你们 这样的旨意和使命的今天能够怀胎在你们的里面 所以初代教会的信徒 他们为了成就耶稣的吩咐 他们就横切地祷告 就都被圣灵充满 就得到了圣灵的权柄 就成就主的命令 五旬节到了 门徒都聚在一处 忽然从天上有声音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显现出来 封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完全被圣灵支配 完全被圣灵掌管 完全被圣灵压倒 那过去的己没有了 过去的己没有了 现在有的是圣灵的精神 圣灵的特性 圣灵的根性 就是耶稣的特性 耶稣的根性 耶稣的人格 耶稣的事件 耶稣所做的事就是传道 他们也就出去传道 耶稣所做的事是医病 他们也出去医病 耶稣所做的事是赶鬼 他们也出去赶鬼 耶稣所做的事 就是背负别人的罪而死 他们也在传福音的过程中 说我为你死没有关系 只要你得救 就带着救灵的热情 干净利落地 与受逼迫的人而死 这是完全的建筑在磐石之上的教会 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这样的稀里糊涂呢 为什么现在的教会就这样的软弱呢 教导的就是伦理 道德呀这一类的信息呢 难道人来教会是为了学这些吗 不是的 是为了经历耶稣的做工 我们要做耶稣的工作 这样的话 我们在天国当中 有永远的荣耀 并且接着诸说 这个荣耀永远的活着 所以我们肉身的时代 才要将来服从主的命运 大家理解的回答阿们 因此呢 教会所首先要做的是什么事呢 就是要祷告 所以我们永远的教会呢 就要祷告 各位你们的主人 是幕会之前 一天睡两个小时的话呢 就算多了 就是做幕会之前 那就是不住的祷告 后来才开拓了教会 之后还是祷告 二十年期间 年终无休的彻夜祷告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总是要像马可罗一样的 被圣灵充满才行 但被圣灵的人格所压倒 在接着圣灵充满 有耶稣的精神 在接着圣灵充满 来服从耶稣的命令 服从父神的命令 就像儿子服从父的命令 传福音给圣人一样 我们也要服从命令 传福音为了祖儿子 信耶稣呢 就是我们的肉体 按照神的旨意而活 最后而死 使我们天国里面的荣耀 所以说呢 你不要以为信耶稣呢 是为了你肉体的生活 所以吃什么穿什么 这些都没有价值 唯独能穿福音才有价值 唯有作为一个教会 来完成教会的使命 才是价值 就是磐石一样的教会 在磐石之上的教会 那么就得要像磐石这样的 做重大的事情 已经吃了我们这样的 不破碎的坚固的基础 那么建造在磐石之上的教会 也得有这样的价值不是吗 这个世界有什么价值呢 我们小时候的学过了 这样的赞美 凭着钱才不能去神的国度 凭着力量不能去 神所在国度 重生才能去 神所在国度 凭着信心才能去的国度 神所在的国度 你不能去神的国度 你就是拥有这样那样 一串一串的有什么用呢 主没有跟你同工 你手里边一串一串的 带着别的东西有什么用呢 你就是为了别的事忙碌 有什么用呢 最要忙碌的呢 就是要建立教会 最要忙碌的 就是要跟主同工 最要忙碌的 就是主耶稣保险的 救赎了我 那么我们也要去搬运 生命 就是有保险价值的事情 可是真正要忙的 我们不去忙 不忙的呢 我们反而去忙 大家不觉得别闷吗 现在的生徒们 初代教会都是祷告 被圣灵充满 并且照着主的命令 从耶路撒冷犹太圈的 三百六指到第几 传福音来着 并且呢 干净利落的 最后传福音殉道的 以福音来结束的 那么到穆斯林地区呢 去传道的时候 那时候我心里就想 完全有可能死 可是呢 最好是把福音传完了再死 可是呢 又没死又回来了 所以没死吧 又回来了 我到巴勒斯坦地区 就像那些穆斯林人 去布道的时候 那当时呢 聚集了有一千五百多人 他们当中呢 谁开枪 谁呢 扔这个炸弹呢 都是不知道的事 但我对他们讲 你们所信的神 给了你们什么 我说这话呢 是我说命来的 给了你们什么 你信到现在 那么你的神给了你什么 你说你要听 我要给你介绍 真正的能祝福你们的神 那就是你们所 弃绝的耶稣 我为什么这样的 有自信呢 不是一天的事 也不是两天的事 三四天的事 又不是一堂 而且又不是一年 去了三年的时间 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死呢 不是说我想死就死 而是到了时候才能死的 所以为什么说这些呢 耶稣的福音呢 哪怕是仇敌 也都不能限制他的 我传 即便是被他们杀死 也要像斯蒂凡那样 死也得给他们 传完了再死 大家看斯蒂凡 他说 你们哪 不是你们的主动 逼迫先知吗 哪个先知 不是你们的主动 所杀的呢 那传义人要来的 不是你们的主动 杀死的吗 那异者不是你们杀死的吗 他就觉得扎心 结果呢 就把他推到城外 用石头来打他 开始的时候 斯蒂凡就说 父神呢 不要把他们的罪 归给他们 最后殉道了这个场面 我就想啊 斯蒂凡是怎样 得了这样的祝福呢 斯蒂凡怎么就得了 这么大的祝福呢 亲爱的各位 这是为什么呢 主耶稣担当我们 最为我们死的 那么我们传 担当我们最为我们 而死的耶稣的福音 即使我们死 只要这个福音传开 只要主愿意 在为我而死的这位 这位吩咐我命令我的时候 我们有拒绝的意思吗 如果你有拒绝的意思 那你这个教会呢 是已经被破坏 已经是倒塌的教会了 所以我们不能有拒绝的意思 大家理解吗 亲爱的各位 我恳切地拜托你们 主的命令呢 万物都顺从 大麻风也顺从地退去了 我听懂主的声音的 五比二鱼呢 都不断地出来 喂饱了那么多人 而死了的 尸体呢 也有活出来 风和海也听了 而藐视 他的声音的人 只有基督徒 世人呢 反正他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大家注意听啊 教会呢 在遵守主的话语上 是绝对不能倒塌的 你们呢 在遵情主的话语上 是绝对不能倒塌的 魔鬼赛的邪灵 以及肉体的私语情语 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他而堕落 我们绝对不能够后退 我也祝福你们里面的心人一天 心思一天 有人对我说 尤其天牧师啊 你在神学院的时候 那样的祷告 所以说你教会现在这么大 在神学院的时候 你就是那样的去举办圣会 所以现在你还是这样的 你教会这么大了 那么你也可以到外面去玩一玩嘛 也花点钱 活得有意思点嘛 他的意思跟我的意思不同 他的趣味跟我的趣味不同 他对我说什么呢 你怎么这么不变呢 天使他挑战神 结果他改变成了永远变亡的 亚当在伊甸园里 把他永远幸福的 他吃了上额果 变成了永远必死的 我们要改变的话 要更新改变 而更新改变的人呢 他希望你再重新的变回去 这是多么令人可惜的事实呢 多么令人可惜呢 各位圣徒们 我肯切地拜托你们 我们要为了主的荣耀 为了主身体之教会 为了成为永远也不倒塌的磐石一样的教会 不要预示它 要传道 要顺从 并且只要是主的旨意 我们就甘愿被圣灵充满 来再现门徒的生平 出在教会的事工 那这就是我们教会的事工 也是我们教会三十年以来做的事工 大家一起来高举双手 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求来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赐给我们新的祝福 不单是年龄三十岁 这也就让我们灵魂有属灵的年龄 肯切地拜托 主耶稣所拯救我的磐石 就是这个宝血 把我从最死亡地域当中 拯救出来的恩典是不能取消的 这我永远的祝福 就是在这个恩典上建立了我这个教会 我也要传福音 要传播这磐石一样的福音 来建立教会 是神伟大的事工 通过我得以不断地再现出来 主啊就是在我的家庭当中再现出来 让我对我的灵舍再现出来 让我能够再现耶稣的生平 主啊让我能够再现耶稣的生平 大家一起来伤口 同情和谐的祷告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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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的言論 主人的言論 信仰的信仰 主人的信仰 我叫你去世上的信仰 永遠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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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信仰 我现在我把你去世上 的信仰 信仰的信仰 信仰的信仰 神的信仰 主人的信仰 主人的信仰 主人的信仰